来自全球的这个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Yvonne 那我们今天特别的团队培训呢 在三分钟后马上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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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因素我想大家平常各忙各的有机会在这个公司的活动见面大家当然很开心 那平常像家人一样 太多人成功了 那是这样的一个动力来源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事业翻倍的关键 做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做法 到底你有没有把它做 对了因为同样一个 平台我们一再的强调 同样的平台同样的 奖金制度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资源为什么 团队里有人非常快速 的成功有些人还在 好像在摸索 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往往我们的 一个个人的一个盲点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机会呢让我们来检视 自己那我说这个生意 其实认知 绝对是决定你的 行动跟你的回报 所以在你一开始 想要去跟朋友分享 想要去邀约想要去缔结 做任何团队的活动 其实这一切行动 背后的motive背后的 动机背后的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其实取决于 成功跟还没有 成功的朋友差别就是 到底他对这个平台的 看见有没有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啊 到底你是停留在 一般人的看见 还是你已经属于 这个钻石群的 这个看见啊 首先第一个 你认为这个事业 如果你认为他是 赚零零用钱OK 还是你真的认为这是 一项实实在在的事业 甚至把它当作一个老板 在做企业啊 其实这没有对跟错 这就是一般人的认知 跟真的要成功的认知 的区别啊 那另外呢 你认为这个生意呢 其实跟别的生意 其实就差不多都一样 还是你确实打中心理 完完全全相信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平台 什么叫做革命性的平台 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也许你听过类似这样子的生意 可是如果你没有打中心理 相信这是个革命性的平台 你还是会用旧有的思维 来运作这个生意哦 所以呢 这就是我讲的 这是盲点 那再来看看 你认为这个生意 其实就耍耍水鼻子 咚咚口 那么简单 跟人聊天还不简单 我以前是做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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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认为这是这样子的一个 能够靠自己就有的经验 还是你认为这是需要从零开始 重新学习的平台 我相信我就用我自己的个人的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哦 听过我的见证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开始前六个月 我说我是在什么 在睡觉 为什么在睡觉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个大生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也不认为我需要来学做这个生意 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我过去做投资理财 其实常常跟这个客人去见面 常常去谈单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 我热时候认为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并没有来归零学习 可是真正让我事业 有突破性的进展的时候呢 是当我放下自己 从零开始 重新愿意去归零来学习 所以呢 另外一个认知 你认为这个生意很多人可以一夜致富 还是你认为这个生意是让人能够成长的创业之路 我觉得呢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点会决定于什么 会决定于你怎么看这个生意 还有甚至你怎么带领你的团队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线上有很多的领袖哦 那其实我们领袖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上了钻石以后比以前更忙 我相信的是已经到了一个境界 你会觉得你肩上有一个责任感 有责任感把这个生意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 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呢 要传递出去 因为一个领袖 你怎么看这个生意 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伙伴怎么看这个生意 所以呢 当领袖呢 一定要把标准定高 要把自我期许定对 其实我常常说 往往反而是领袖 需要更检讨 需要更学习 为什么 因为你才可以用对的方法 跟action plan 跟这个计划来领导带领我们自己的团队 所以呢 认知绝对是决定你的未来的方向 还有不直接决定你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 当你有正确的认知的时候 也会决定于你的报酬 因为这是创业 创业一定会有回报 一定会有收入 所以呢 你的决定你的报酬的高低 当然决定于你的认知 你认为这是小生意 还是你认为这是大企业 还有一个更重要 我个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因素 就是当你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把这一场创业之路 漂漂亮亮的走出来的时候呢 它也会决定于你的个人的品牌 我相信这个个人品牌 不是只要你自己去创造一个你的名牌 但是呢我相信 我相信带团队 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 怎么去带团队 其实已经不是靠公司 靠这个大家所有共用的资源来带 而是靠你自己的什么领袖魅力 靠你个人的什么做事的方法 其实带团队就是带人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 其实就是决定于你的什么 你的品性 你的做事的方法 你对这个生意的投入 所以呢我希望在座我们团队的每一位领袖 今天既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也许今天你的生意能够 还有很大的空间去突破 靠的就是什么 靠的就是我们自己认知上的什么 的一个改变 那再来呢 我说这个生意啊 就像打棒球一样啊 我在这个9月9号 今年的9月9号呢 刚好在新加坡 跟这个很多的这个钻石朋友呢 一起为新加坡的朋友做一场培训啊 他们就说用这个棒球来叙述我们的生意呢 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我同样的呢 再把这个打棒球的这个原理 这个这个叙述呢 比喻呢 来用在我们的生意 来用在我们今天的培训啊 呃大家不要这个误解啊 其实我根本不太打棒球哦 但是呢 最近常常陪小孩子看棒球 所以我觉得棒球的这个原理呢 也可以用在我们生意的比喻上 其实棒球哦 据我的了解啊 其实就是不断的汇棒 有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差不多是九个人左右 那你怎么去得分呢 你要怎么样 大家看到像一个菱形的这个球场啊 就是呢 投手在这个打规级的这个这个这个打棒手呢 基本上怎么样 要跑到一壘 跑到二壘 跑到三壘 回到本壘以后呢 这个才算一分哦 所以呢我们生意一样 类似有同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每一个生意都有不同的阶段 当你到不同的阶段 这个阶段不是指你的境界哦 因为在节制这个生意可以借力 其实境界 并不直接代表你的收入啊 可是我指的是 当你真的要把这个生意 做到一个至高的一个境界啊 就是不只是啊 赚到钱 更重要是幸福还有团队是怎么样 都有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阶段要经过 那不同的阶段也代表什么 代表你付出的努力不同 你付出的这个啊时间爱心不同 当然你的回报也不同 那最后呢 当你真的是走过这生意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可以算是什么 你可以算是一个够专业的一个领袖 可以是这个平台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佳代言人啊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啊 棒球一壘二壘三壘呢 来形容我自己的体会 对这个生意哦 我觉得这个生意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三个境界哦 那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境界 不管你是一开始加入哦 或者是说你现在想要重新怎么样 来审视你的生意重新开始 不管你加入了多久 我们就把今天当做什么 当做你第一天做生意哦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哦 怎么样做是上第一壘哦 其实上第一壘呢 做这个生意什么都不需要学 唯一第一件事情 你的重点要把要要学的 就是要学会做好怎么样 当好一个B的角色 就是那么简单 不是要你去学产品 不是要你去学怎么去说奖金制度 不是要你去学怎么样去带团队 这些都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在过程当中 你会学到的 而我们今天要伙伴 学到的是什么 唯一要学会专注学好的 就是当好一个B角色 那我知道在线上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 B角色 piece of cake 简单 可是你知道 我做了case那么多 我还是知道 很多B角色 真正要当到对的 真正要做正确 其实还是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去当好 这个B的角色 首先其实怎么去当B角色 就是要学会去邀约 学会去邀请朋友 不是邀请朋友来加入 是邀请朋友来看看 这个生意是不是能够现在帮到他 让他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生意 是现在他们在追寻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怎么去邀约呢 很重要 要用什么邀约呢 要说什么呢 要在什么样场合说呢 其实正确的邀约 就是要学会说会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从你小时候开始讲 也不是讲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而是在三分钟内 大家可以练习 你能不能在三分钟内 把你自己的故事重点来说出来 那不只要学会说自己的故事 你还要学会说别人的故事 而要说别人的故事 你能不能在三十秒内 把别人的故事说起来 那要说谁的故事呢 为什么要提别人的故事呢 你要提跟你要分享的朋友 类似背景 类似想法的故事 举例来说 如果你现在遇到的伙伴一个朋友 他是家庭主妇 你就可以怎么样 说另外一个家庭主妇的历程的看见 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伙伴是传统老板 你这时候就可以说什么 说你在这个平台看到传统老板进入这个平台的因素 或者在这个平台的成就 为什么要说别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 我们不可能戴许多许多的帽子 戴许多的角色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要用不同我们周遭系统团队的故事 去让对方产生共鸣 所以呢 大家我鼓励大家 你可以做好一些角色的扮演 你自己去实验看看 你能不能在三分钟讲好自己的故事 在三十秒钟学会说别人的故事 那怎么样去说故事 其实我们的视频会议 我们团队的培训都有教大家 如何说自己的故事 说自己的故事 其实呢 要包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 啊 ingredient 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啊 你自己的故事 第一个 你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缺口 为什么 因为当你说出自己缺口 自己痛的时候呢 对方会产生共鸣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缺口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缺口的话 缺口不是指一定是要悲惨的故事 缺口只是认为你觉得你现在 还可以有更圆满 更改进的地方 我想举例来说 这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平常怎么样 平常把时间放在小孩子身上 可是小孩子上学了 也可以有什么 有自己的空间来做成长 因为很多 其实妇女们在结婚以前 都有很好的职业 大家都很怀念怎么样 怀念在跟社会接轨的日子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说出你的缺口 你知道吗 我送了孩子以后现在孩子大了 我也想要怎么样 我也想要跟社会接轨 我也想要找到一份事业 一个工作来做 能够赚一点收入 然后呢在不影响我孩子情况之下呢 我也可以得到什么 妈妈以外角色的一个满足感 这个就是你的缺口 所以当你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 如果对方跟你一样是家庭主妇的角色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继续听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讲的东西根本不是推销员讲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故事 所以这时候当你讲到缺口的时候 对方会怎么样 对方会点头 对方会有同感 对方会尊敬你 OK所以第一个说自己故事 你有没有讲到让对方共鸣的缺口 第二个你可以提到 你怎么遇到这个平台 就老实说 有可能是卖朋友面子 有可能是什么 你真的是打从心里 从小到大看到这个朋友 你很尊敬你这个商场上的朋友 你非常的信任他 为什么要提到第三者 因为你要用第三者来做什么 来做complement 来提高你在生意上的一个公信度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其实朋友签不签单要不要加入 都是第三个部分 他想看到到底你这个平台有什么期许 你是来玩玩的 还是你真的很认真来看待 还有他们也希望看到 你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得到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呢要学会说自己故事 很多人邀约的时候什么 非常爱讲 记得我们这个生意 不是讲我们自己想要听的 是要讲给对方听 所以每一次我们开口的时候 如果不会让对方感到共鸣 感到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说少一点 这个生意如果去用心去体会 其实这个生意非常的好玩 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 太看重自己的时候 其实这个生意做得不大 可是往往我们按着对方的角度去看 能够帮到别人 其实这个生意不知不觉就怎么样 就扩大了 所以呢 这就是学会B角色 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你会不会推崇 因为当你讲完故事的时候呢 朋友一定想知道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意 你到底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好事 让你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啊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怎么样 就要去推崇 推崇这个平台 但是推崇记得要推崇什么 要推崇帮你来工作的工具 因为真正你的朋友 听到我们的平台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方式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 怎么样的一个平台 它不是从我们嘴巴听到的 而是从什么 从为我们工作的工具所听到的 那我们的工作有哪些 我想在过去 我们有这个特别的视频会议啊 的培训 已经教大家 我们这个生意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漏斗 漏斗是什么 口大 下面是小的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什么 用说故事 邀约 把人怎么样 把人丢到这个漏斗里面 可是如果你用学会怎么样用对工具的话呢 你不用自己一个一个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请人吃饭 请人解说太累了 而且呢也不见得怎么样达到效果 这时候用系统教你的方法 用系统教你给你的工具怎么样 用漏斗里面的工具为你把这个生意跟朋友解说 所以这里面的工具举例来说 如果你在的城市 有团队的活动 有招商会 有table talk 有one on one 这就是工具 还有呢我们有这个视频会议的招商说明会 我们有现场的 我们有录影的 你知不知道 还有我们里面 我们听会YouTube channel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在海外呢 有YouTube channel 在国内也有优酷网 到底你知不知道用这些免费的怎么样 不同题材的这些影片 录影来为你解说 所以呢 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推崇 举例来说好了 今天呢 他说你朋友问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 我说这样子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的老师呢 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好朋友 他在传统生意做了很多年 我也非常的信任他 现在短短的几年 他在这个平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 如果你推崇了 这个工具里面的讲师 你说当这个讲师在分享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朋友会不会洗耳恭听 绝对会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推崇做好 诶 这是什么样的平台 来来来 我放一个影片 我们来看看 你觉得这样子的话语有重量吗 所以 我们这个生意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把B角色扮演好 这个生意 不是A角色多会谈单 A角色多会说 而是到底你的B角色扮演的 对了吗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在思考 多思考 多用心去想 instead of而不是马上怎么样 马上就下了段雨 好好的回顾自己到底过去的B角色 做的对不对 那记得哦 我们的这个邀约呢 绝对不要踏入误区 不要把什么 把邀约当成展示跟递节 你今天很兴奋 想跟朋友分享 结果呢 你马上朋友一秀 一表现出来一点点的兴趣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太棒了 周一等你问了 马上就怎么样 就开始讲了 哇这个生意是全球的电子商务 生意经做到一百多个国家 我们的产品呢 是有最高生物科技的生长因子 跟百里图存 你就怎么样 就忍不住了 所以呢 我常常说这个生意 一定要好好的思考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今天的目的是邀约 就是要把人邀约到工具面前 而不要一点点的 朋友的回应 就乱了你的脚步 马上就忍不住怎么 就开始自己怎么样 从B角色转换成A角色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当你今天要做好B的时候 记得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邀约跟推崇 如果今天你做到以下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这就是我们还没有怎么样 办法把邀约做到对的 因为呢 一旦你跟朋友提起 公司奖金产品制度的时候呢 其实对方马上就怎么样 不把你当朋友了 马上就心门关起来 因为你对他来说是个推销员 还有呢 记得当你今天的职责 是扮演好B角色的时候 只要有A角色在场 你就要做个专业的B角色 嘿没有错 B角色也有专业哦 OK 那怎么样做好一个专业的B角色呢 记得 一定要做商业的服装 不管你今天去谈单 你今天去参加视频会议 你今天跟 只要跟朋友接触 记得 这是一个生意 也许你跟他说 我跟他很熟了 可是 很熟 要创业的时候 你应该展现出来 你对这个生意的尊重 所以呢 要做商业服装 还有呢 你要怎么样 微笑点头 去视频 去这个OPP的时候 去我们的 这个团队会议的时候呢 或者是跟你的领导 在做ABC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微笑点头 微笑点头 那么简单的事情 Trust me 还是有人不会做 有A来帮你谈单的 他就认为 我的事没事了 他忘了 其实你的B角色 也是整个场景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 B角色就放松了 就去看手机 去怎么样 去做一些干扰的这个动作 还有呢 B角色要随时留意细节 什么叫做留意细节 看看 看早点到餐厅去 早点找到位置 位置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事先 把饮料都叫好 所以呢 你在谈单的 A在谈单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被打扰 还有呢 要听从指示 什么叫做听从指示 B角色 就是好好听 A角色的话 今天A角色 没有叫你拿出 補SURE 没有叫你拿出 产品传单出来 就请你握住你的手 不要手痒 OK 今天A角色 如果今天 这个在餐厅里 谈单 waiter这个服务员 不断的来 很热心的问 你要不要喝水 这时候可能怎么样 B角色要留意细节 去怎么样 去挡一下服务员 服务员 我们如果有需要 我们再找你 我们现在呢 在讲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呢 那专业B角色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 很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 你有A在场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B角色 当然 待会我们会提到 如果我可以直接谈单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扮演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提到 可是 我希望今天 大家能够了解 其实 做好B角色 就是什么啊 上了我们生意的什么 第一个阶梯 上了一壘 在我们这个生意 上了一壘 也不错的收获 也不错的报酬 我们这个打棒球 要跑完一壘 二壘 三壘才会得分 可是这个生意 就是因为这个平台 能够借力 借用公司的力 借用系统 借用团队的力 所以你即使只上一壘 什么都不做 光是做好一个专业的B角色 你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 因为怎么样 我们这个生意能够借力 所以我请大家 记得这个生意 第一个阶梯 第一个阶段 就是好好扮演好B角色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称职的B角色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B角色 B角色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做好B 你也是有机会站在国际的舞台上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团队 好好的去问问自己的领导 你觉得我这个B做得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好好的听听 你的领导跟你有机会谈单 跟你有机会交手的领导 他们对你的分享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壘跑完了 要上二壘 你说当B角色也可以有不错的收获 可是我在这个生意 我的认知是我要把它当企业来做 那好 我们就要上另外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阶梯是什么 我们就学会做好A角色 Let's it 第一步当B 第二步学会当A 可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称职的A角色 A角色要怎么做 A角色要能够具备 简单二要的现场谈单能力 现场回答的能力 记得是精简二要 在你分享的当中 你能不能把重点提出来 而不是讲了一大圈 别人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还有你在deliver 你在分享的当中 你有没有用你的信心去讲 你有没有用你的热情去讲 你有没有你的感染力 你看同样内容的东西 谁都会说 可是说出来的效果差别 就是你有没有怎么样 具有专业A角色的能力 那我们来做一个check check up 我们来做一个检查 做一个检视 我们是不是做好 有一个专业A角色 OK 你会不会回答 什么是杰斯 你能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把公司的创办人 公司 还有我们公司通路 全球通路 这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还有未来的趋势 在短短几分钟 跟朋友分享 当朋友问到 杰斯跟电子商务或直销 有什么不同 你能不能有简单 扼药的现场回答能力 去解说给他们听 当朋友问到 我们的产品跟市面上的 保养品保健品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都差不多吗 你知道怎么样 在最精简的方式之下 把重点回答出来 解决对方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当朋友问到 这个平台怎么赚钱 你有没有办法 把奖金制度叙述出来 奖金制度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用公司的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 我们的推广奖金 我们的零售推广奖金 还有我们的区域 这个 Team Cycle Commission 我们的推广碰取奖金 我们的管理奖金 我们的钻石分红 这是一步一步用什么 用这个逻辑的方式跟朋友分享 但是第二个 更高一个境界 你会不会用白话文 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 简简单单的 告诉朋友 我们的奖金制度为什么这么特别 因为这个方法是你在传统方法没有办法得到的 可是呢 因为记得我们是革命性的平台 所以如果你能用白话文 让别人可以理解的 举例来说 你能不能用脸书的这个例子 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 你能不能用坐飞机的里程 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 你能不能用珍珠每一个点 来叙述我们的奖金制度 所以呢 我期许大家 什么是谈单 谈单就是当你能够完完全全抓住对方想要的 你谈单当中 只要你能给对方现在没有的 而且将来在传统的港预会上也不会有的话 恭喜你 这个人不加入 除非他没有欲望 否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很有效 简单二要的把这个平台跟他分享 有时候讲到这个平台 其实我常常说 杰斯有A到Z 26个好处 就像我们的英文字母 26个字母 你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那么热情的把这20个好处都跟他分享 你只要知道到底对方要什么 而你可以从 有这个智慧能力 从这个26个好处当中怎么样 筛取他要的就够了 所以你不需要把26个好处都讲完 别人才加入杰斯 你如果今天功力够的话 你能够判别 你只要把杰斯最特别 而能满足他需求的好处 一两个讲给他听 他又听得懂 又能够让他兴奋 其实你就已经怎么样 达到你成交的 这个目标了 那再来 如果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任何销售的经验 我也可以做这个生意吗 你应该怎么样回答 OK 或者是说朋友说 我没有时间 我也可以做这个生意吗 你应该怎么回答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得怎么样当好A角色 你能不能回答所有的意义 所有的理由 还有最重要的是 每一项回答都要不卑不克 就是要很淡定的 很稳定的 很沉稳的 能够做好A角色 其实当你扮演A角色 扮对的话 是有这个架势 但是有亲和力 但是谈话当中 有很重要的怎么样 重要的内容 还有不要被情绪影响 因为今天 我们这生意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是别人在筛选我 如果你有这个气势 其实是怎么样 是我们在筛选 我们的合作伙伴 所以你不需要卑微的 你可以谦虚 但是你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把自己放在低等的位置 你可以跟朋友怎么样 平起平坐 因为你有这个自信 你知道你是把好消息 好机会带给他 所以呢 今天PayStation的内容 不是教大家怎么去做回答 可是我已经把 回家作业告诉大家了 回家好好的把这个答案写下来 不懂的去问你的领导 然后呢 跟你的伙伴做好角色扮演 到底你能不能在对方问的时候 能够有效率的回答 其实这就是A角色了 所以这个生意 我相信很多朋友 如果你有谈单的 这个经验的时候呢 而且谈单的几率 成交的几率都很高 我想都是因为他们能够符合 做好专业的A角色 好你看看啊 我们现在打棒球咯 刚才教会大家做B 如果你觉得哎呦伊van我对这个生意 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 我就来玩一玩就好了 那你就好好扮演B角色 那如果你想要迈向另一个高峰 当好怎么样 学会当好A 当好A 你有专业的水平 你就有这个本事 在这平台赚取专业的收入 你觉得同样一个运动员 专业的运动员跟业余的运动员 哪个表现好哪个收入高 我想我们都知道 既然这个生意不是普通的生意 如果今天你要能够有这个分量 来承担这个生意 带来给你的报酬 漂亮的报酬 你是不是自己要具备好专业的水平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去什么 去省思 好那接下来怎么样跑上第三壘 第三壘 我没有别的东西教大家了 就是不断的去做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不断的去做 去谈单 然后呢在谈单当中 在带团队当中怎么样 去修正 这个生意就是这几样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跑到三壘 为什么我们要把第三壘 放在我们生意当中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唯有行动力 你才可以制造出生产力 你没有在新人面前 你没有在这个 这个 这个 面前 你怎么去制造出生产力 我知道有些团队 平常做很多的培训非常好 可是培训是没有生产力的 培训自己在家学习 在什么额外的时间学习可以 可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最重要的时间什么 你应该不断的在新人面前 OK 所以呢 培训很好 可以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月一次 但是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天天去做 你天天要做的 实时要做的 就是不断的有行动力 在新人面前 那我们的团队呢 我讲的是一个315原则 什么叫做315原则 如果你在这个生意 想要做到 短时间做到一个钻石的阶段 做到一个财富自由的阶段 那你就要把握315原则 至少315原则 就是一天要有三个会面 一周就是15次的会面 那这个会面包括什么 会面包括暖身 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一见面 就跟他怎么样 谈这个生意 记得你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看看 如果你是别人 别人很久跟你没有见面了 一见面就跟你讲生意 你觉得这个感觉对吗 所以呢很多时候 我们跟没有见面的朋友同学 要先暖身喝咖啡 平常你跟朋友做什么 这个生意是一样的 好好了解 多听 听了当中你可以知道 他的缺口是什么 当你讲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听 所以多听 等到你听完他的故事 开始分享的时候 你就可以怎么样 很selective 很有挑选性的去分享 因为你知道你分享的每一件事 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让他产生功能 所以会面包括暖身 也包括去展示 去谈单 当然 这个生意要不断的fee 有新的名单进来 所以呢我鼓励每一个朋友 要参加社交活动 固定 固定给自己找到一个圈圈 你可以找到商会 你可以找到义工 你可以找到妇女会 你可以找到这个任何的一个社交的活动 不断的固定去 接触人了以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符合 他们如果想要改变 符合我们标准的名单呢 的人民呢 加到你的名单 这就是 你去参加这些活动 都符合怎么样 都符合一个appointment 记得这个生意 其实315是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容易去做的 如果你每天不断的想 不要去想红宝石 绿宝石钻石 不断的怎么样 把你的思维定在你的行动力 其实你的生意能够更快的去达到你自己的目标 那如果你今天很棒 星期三以前 你就把15个单谈完了 把15点做到了 那接下来4,5,6日 你要去度假 恭喜你 好好去enjoy 可是如果今天你星期五了 你这个礼拜只有谈了10个单 只有10个会面 那很抱歉 周休2日就跟你没有关系 你6日请你也去怎么样 也去会面 因为怎么样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礼拜 要有15个单 所以记得这个生意 一定要有行动力 你想想看 你一个礼拜有15个单 跟一个礼拜有两个单 哪个生意会做得快 我们这个生意做得快 你做得慢容易 我宁可好好的拼了一年 两年的时间 我也要不要像在传统环境的人 去拼40年 去打工 去在传统行业 辛苦奋斗40年 还不能保证会有成绩 所以我们要接受挑战 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已经把传统的工作力 怎么样去浓缩 所以你想要早一点 享受你的退休生活 就请你早一点 更强烈的 更intense的 去deliver 去做你这段时间该做的事 那我们的生意呢 就是一个边做边学边修正 我们自己要期许自己 我们要成为这个平台的专业人士 如果今天你的B角色 你的A角色还不够专业 我们怎么去赚专业的钱呢 所以呢 一定要自我期许 不断的去做 去学 去问 我觉得去问 我常常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们常常 这个打简讯 打电话 问问我伴最近做的怎么样 那听到的 明明他的成绩就是不好 我们知道 可是他 我们都摆在他面前了 他不问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个不够 我那个不够 那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你还没有成绩呢 有时候我们不要试着去当董先生 董小姐 我们要不要问问看 到底你认为 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所以呢 我希望每一个伙伴们 尤其领袖 去问 一点都不代表你软弱 去问 反而代表你是什么 你是个坚强的领导者 你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非常希望期许 每一位领导者 其实 所有资源都在你这边 你自己要去问 你要去询问 而不是认为 我都知道了 我都懂了 你认为你的知道 你认为你的懂 并没有让你达到成绩 可见这当中一定有盲点 所以这时候 如果有第三方 能够进来给你一个客观的分析的话 也许可以帮到你 所以呢 这个生意 一定要不断的去询问 我到今天 我遇到问题了 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解决 我认为我的经验不够 我还是去询问 去询问Samsen 去询问Kim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唯有不断的去学 去修正 我们才可以怎么样 上到另外一个高峰 那这个生意啊 很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 每天收到很多 很多很多资讯 尤其现在微信 微博 脸书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还有公司很多很多的活动 学到很多专业的资讯 可是我每一个人收到的资讯 是一样的 是固定的 但是唯有 把资讯 去消化 回家好好的思考 去消化 去internalize 接下来要转换 转换什么 转换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转换成为你自己的理解 唯有经过这三个动作 这些资讯才能为你产生价值 我常常在这个微博里看到伙伴们 不断的 听到一个消息 马上怎么样 保证连看都没看完 就马上去转发给团队了 请问你消化了吗 请问你转化了吗 不断的传递资讯 那只是滥用资讯 并不会为你传递价值 我相信朋友当中 每一个人时间都是宝贵的 你要别人怎么样看待你 你不断的出现在他面前 不断的给他东西 填鸭式的东西 这并不能对他产生共鸣 这并不能让他觉得 这个平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把资讯消化转换 接下来你传递的东西 别人会说什么 有料 这个思维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好好来审视 我们做这个生意当中的 每一个细节 我们一定要让资讯 为我们产生价值 可是这个价值 别人不能给 只有我们自己 才能创造出来 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好 你看看 我们棒球 先当必 有一定的收入 有一定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当 自我提升 接下来你要一起怎么样 再上更高的一层楼 我们就是要上三壘 三壘就是 我们要从做的当中 去master 去精湛 我们的基本功 提到这个基本功 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我用一个例子 最近我的小女儿 六岁 在这个 这个活动 教会的活动里面 有学打篮球 当然不是专业的篮球 就是小孩子在玩 那因为前阵子 我不是到亚洲 到亚洲 所以我没有机会参加 他前两堂课 那上礼拜天 我去参加第三堂课的时候 也就是我第一次 去看我小女儿 打篮球 我认为 我会看到 我们印象当中 篮球是什么 就是球往什么 球往 丢球 抛球 往这个篮筐去投 我认为那是所谓的打篮球 可是我那一天看到的 我小女儿并没有做 打篮球的动作 她在做什么 教练在教他们 跑步 教练在教他们 怎么样去 横走 像螃蟹一下横走 很可爱 教练在教他们 怎么样去拿球 教练在教他们 怎么样去移动 我说我看了一个小时 我还没看到我女儿 打篮球 可是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 他们在做 基本功 你看看 上了第三次的篮球课 连篮球都 为什么要把这个基本功做好 因为基本功没有做好 连篮球怎么打 都不需要打 所以我们这个生意也有基本功 就像盖房子一样 很多人都看到房子大楼 BOOM 很快乐的都怎么样 都怎么样 高楼大厦大概起来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 他花多少时间 在做地基 地基不好 房子怎么盖 都盖不稳 我们的基本功 就跟房子的地基一样 如果没有花时间学习 你怎么去把这个事业 做到专业的水平 连B角色 连分享你的故事 都要学习 都有里面怎么样 都有它的内容 你看看 现在可能没有这个职业了 过去呢 我们有什么 有operator 有接线生 我们相信接线生 是个很简单的工作 对不对 就哈喽 欢迎你打到什么样 什么样的公司 我怎么样来帮你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去应征 一个接线生的工作 第一天 你认为 你的老板 敢把你放在桌子 让你去碰那个电话吗 不可能 他怕你乱讲 他怕你乱按 同样的 我们这个生意 我们的生意 当然是怎么样 比接线生的工作 更怎么样 更有高深 更有程度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认为 往往这个生意 不需要学 我们就可以 有专业的水平 哎呀 做故事简单 当B角色 简单 回答当A 简单 可是我们到底 有没有 去放下自己 去学习 学这个基本功 去精湛 去master 这个基本功 所以呢 这个生意 其实跟 传统的生意 从学习的角度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要去学习 你不去学习 你怎么样 能够达到专业的水准 当你没有达到专业的水准的时候 别人怎么看你 你周遭的朋友 怎么看你 你的团队伙伴 怎么看你 所以要当一个称职 如果你自我期许 要当一个称职的领导的时候 请每一个人期许 把一壘 二壘 三壘 扎扎实实的 做好 所以呢 这个基本功 就是我们成功的主方 什么叫做主方 就像我们的配权精华一样 要有主方 要有副方 才会怎么样 达到全面性的功效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 我谈的第一壘 第二壘 第三壘 这个是逻辑的部分 这是成功的主方 我已经怎么样 我已经摆在黑板上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的 跟大家解释了 可是这个生意 做得快 做得慢 做得到位 还有一个负方 什么是负方 负方就是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负方会决定于 你做得漂不漂亮 你做得还不开心 还有你的团队 能不能快速的去复制 所以刚才提到主方 还有哪些负方 这个负方 我不能帮你 你要自己去走过 这个负方 可是我可以把负方的要点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生意要成功的负方 一定要有完全相信的信念 你要选择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领导 相信团队 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的时候 很抱歉 你的能量 没有办法完全的传递出去 那很多人说 可是我还没有去验证啊 我怎么知道 记得 你先去选择 相信它是真的 在你做的当中 你是一步一步的去印证它 如果你今天选择先不相信 而在运作的当中 你是没有办法去印证 把不相信变成相信 因为只要你一起动 一定要带着无比的信念 无比的相信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事业 如果你还觉得 做得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 还觉得还有成长的空间 也许我们自己 没有放下完全相信的信念 那今天当你完全相信的时候 你的伙伴也会跟着做 如果你相信你的领导 你的伙伴也会相信你 如果你相信公司 你不需要去跟你的伙伴讲 你的伙伴自然怎么样 也会copy你去相信公司 我们先选择相信 我们再来印证 因为这过去六年 我知道这是可以被印证的事实 可是如果你等到 你一步一步都去了解以后 才选择相信 很抱歉 已经太慢了 因为你已经浪费很多子弹 你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已经带着你的不相信 你怎么去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创业的平台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平台 可是你自己内心有一点点的怀疑 所以这个生意 我们常常说对小孩子说 教小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伸教 伸教 你去讲再多还不如你亲自表现出来 同样的这个生意也是一样 你可以站在讲台上 你可以口口声声的去培训 可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你怎么样 卷起袖子 做给你的团队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真正的一个领导 还有你有没有一个义无反顾的勇气 你眼睛定着目标往前走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不停留 我在这个生意最近看到很多伙伴 参加了一阵子 很久以前参加过 现在就回来了 我很高兴他们再次回来 可是也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他们当初遇到了挫折 他们选择了停留 他们选择了留在原地 这个生意唯有往前走的时候 你才可以怎么样 把你的主力定在你的目标 当你眼睛定在目标的时候 没有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因为你的眼睛是定在目标 可是如果你的眼睛是定在问题 你的问题只会越看越大 你自己把它放大了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生意 在你做A 刚才上一壘二壘三壘的时候 你要带着你完全相信的信念 你要有义无反复的勇气 往前走不停留 还有你一定要紧紧跟上你的系统 的话对 紧紧跟上不是只有带入系统 你要紧紧跟上 你到底知不知道系统公司 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领导要去哪里 如果你紧紧跟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借力 举例来说 我们系统最支援代表的课程 在十月份我们有七堂 在五个国家有七堂课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时间怎么报名 你说我为什么要知道 记得我们是做全球的生意 你不要只看你现在的城市 你有没有朋友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 在台湾 在美国 在加拿大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时候系统有活动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的领导 谁要去亚洲 谁要在什么样的城市 他最近有什么样的 这个重点的一个活动 你有没有紧紧跟上 所以这些成功的富方 信念 勇气 紧紧跟上 我不能帮你 我不能推你 这要怎么样 要你在自己要去修炼 自己要去制造出来 这些富方 可是我今天把这些富方都告诉你了 如果你今天抓到我今天培训的重点 学到我们的这些基本功 不只是做了 而是做对了 自己今天好好给自己打分数 到底你认为 你是几分的B 几分的A 问问你的伙伴 你是几分 给你打几分 然后回家 好好的审视自己 我有没有 信念勇气 紧紧跟上我的系统团队领袖 如果有的话 恭喜你 大大的恭喜你 因为这是一条 让人成长 幸福的创业之路 这个生意 不仅仅让你的荷包成长 也会让每一个人 愿意拥抱这个平台的人成长 你说赚钱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赚钱 我完全同意 可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许自己变更好的人 希望能够怎么样 能够更有智慧 能够在自己的周遭的朋友都可以体会 哇我觉得他在这个平台有转变 我觉得他在这个平台有成长 我相信你的朋友已经非常的尊敬你 让他看到你的成长 那加上你真的选择对的能量在运作的时候 这绝对是个幸福的创业之路 我在传统的投资理财生意 我见到许多有钱人 可是他们不见得开心 我甚至很难找到开心的有钱人 可是在这个平台 我看到太多太多 在这个平台成功的朋友又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创业之路 我们还去哪里找呢 是什么生意 让你赚钱 让你成长 又让你幸福 所以记得一定要紧紧的跟上系统 跟上团队 好 那我希望呢 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培训呢 能够帮每一位的伙伴充电 充到电 然后呢 回去好好的思考 记得不要听了就过了 听了以后要到你的心里 好好的去主角 好好去想一想 然后呢 也许 也许在不断运作的当中 你可以体会 跟我一样 有同样的感受跟共鸣 所以呢 再次谢谢所有的伙伴 我知道亚洲的伙伴呢 现在已经是将近午夜了 那这个美东时间呢 是接近中午 那美国的洛杉矶呢 才刚开始 你看多好 这个生意靠着一个 工具靠着一个平台 我们就可以把大家 全部怎么样 全部聚集在一起 一起学习 全球同步 所以呢 那我要借这个机会 谢谢 谢谢 在线上的每一位伙伴们 是你们的故事 让我成长 是你们的故事 让我有这个动力 继续往下走下去 我也希望将来 有更多更多的伙伴们 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为我们的系统 为我们的团队 来继续的怎么样 把这样子的一个 美妙漂亮的平台 传递出去 那希望大家呢 紧紧的 记得加入你的团队 有什么讯息 我们随时会有 不同的培训工具 还有我们的巡回的 这个路线 这个行程 记得只要你紧紧跟上 你就不会落单 OK 好 祝福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 2015年 剩下10 11 12 剩下三个月 能够打出 最漂亮的一场仗 让你最后 这三个月的业绩 超过你过去 9个月的业绩 好吗 祝福大家 我们高峰相见 拜拜 拜拜 拜拜